哈嘍,大家好 齁,我們剛剛有看到那個 塔吊齁 他吊了一箱那個工具上到這個 然後第三階還是第四階的工作 齁,這個應該是第四階 第三階齁 那應該,工具應該會,要釣的話應該會釣到第四階齁 就是,已經我們發現,剛剛發現有人 上到主橋塔上面齁 但是不確定他是 那個塔頂的,還是那個齁 就是剛剛看他釣這個,這個上來齁 齁,就是這個架子齁 不確定說他是塔頂的還是齁,有沒有 工作人很出現嘛齁 齁,他有可能就是,繼續要把這個齁 另外兩隻,兩隻比較細的那個輔助的齁 要先把它做好 齁 因為他沒有做好的話齁 塔頂,要升高的動作齁 沒有辦法完全做齁 沒有辦法完全做齁 這個 因為他,他如果 他塔頂在,升 升塔頂的過程齁 他 塔頂,他還要使用齁 要,要掉東西 掉那個結塊上去嘛齁 那,他如果 一邊又要升高 一邊又要去做別的 那個動作齁 那是不太可能齁 齁 所以他現在,現在的做法 就應該就是說 先把這個齁 這個 側撐支撐架這個動作 先把它做完齁 齁 然後再來做 他要,如果要升結塊齁 要升高的話 他會再另外 齁 再做那個 升高的動作齁 齁 那我們再上來看一下 到底這個 主橋塔上面有沒有齁 齁 齁 看起來主橋塔上面還是一樣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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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了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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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看沒有齁 現在人出來齁 所以他 齁 齁 這個如果 齁 現在主橋塔那個工作人員出現了齁 齁 齁 很辛苦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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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太陽照不到的地方齁 齁 先做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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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方面就是也是要保护自己,不要晒到中暑 因為這個說真的,晒到中暑的話 會有什麼後遺症發生不知道 所以大家工作,一邊工作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態 那盡量不要太過於逞強 某一些狀況 避免讓它發生 就像說我以前在做那個封管 做那個大樓裡面 有一個時段我要負責 好像從三樓做到15樓的那個封管 要進那個,它那個是改本來的一般大樓 改那個,改一個酒店 所以它房間非常多 每一個房間都有封管要進去房間裡面 所以我必須要負責讓它進去的過程 有一種封管要經過一些比較窄的夾層裡面 沒有人要弄那個東西 沒有人做 總要有人做嘛 所以那個沒有人要做我就撿來做 因為我在那個那時候幫我朋友做那個封管工程的部分的時候 我算是一個那個就是 齁 類似半打雜狀態就對了 所以 那一種要包保溫管齁 包到那個比較夾縫裡面齁 一般人不想鑽進去的那個地方齁 而且做那個階段剛好是最熱齁 夏天七八月最熱的時候齁 那個沒有人要鑽進去裡面 只好我要去鑽齁 齁 連續鑽了三個月 每一次我只要鑽進去裡面齁 全身都是汗齁 等於在洗三溫暖一樣齁 那個人 整個人出來之後都是快要虛脫了齁 每天都這樣訓練自己齁 挑戰自己體能的極限齁 呵呵 這樣說是比較好玩一點齁 實際上齁 沒有人吃飽那麼閒會去那因為沒辦法嘛 你要幫人家處理事情齁 就是要做一直做齁 做到最後全部齁 從三樓一直做到那個 好像十五樓齁 全部都弄完齁 花了大概三四個月的時間 齁 整個人瘦了一大圈齁 啊現在又胖回來了 哈哈 齁 所以如果想要減肥的齁 你就找那一種 齁 比較辛苦的工作去做齁 你同時可以賺錢 然後又不用花那個齁 額外的費用要去上健身房齁 減肥齁 齁 不過 話說回來齁 這個不可能每個人都有辦法這樣齁 齁 你如果可以的話你就去試試看 啊如果不行齁 還是不要齁 還是不要太勉強齁 因為實在是太太太太過於辛苦了齁 齁那個 我鑽到裡面的時候 我內心都 哇這種日子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到頭啊齁 齁 齁 可是做完以後又覺得 哇 齁今天又完成一個高難度的動作齁 齁 那有時候 鑽到那個夾層 剛好一個人在裡面齁 沒有辦法動彈耶 啊像鑽到那個夾層裡面 不根本不可能戴安全帽齁 齁 在那個檢查的人看到我鑽在裡面 他都不會說 欸啊你怎麼沒有戴安全帽 他自己齁 想當然惹嘛 他都不敢問說 我 齁 那個 安檢的齁 進來 他看到我 我在那個夾層裡面齁 做 做那個包保溫有沒有 他都 他都沒講話 他就笑一笑這樣齁 他就說 啊你下來的時候 安全帽要戴一下齁 齁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齁 人情世故啦 他如果說 我夾在裡面 他還給我說 欸啊你沒有戴安全帽 扣齁 要扣三千 我就 可能就 當成齁 祖宗八代 十幾代 全部翻出來了齁 哈哈 開玩笑啦齁 所以有時候 有一些 那個齁 人情世故 他們還是會知道 不是說一定說 要你怎麼樣 齁 那我為什麼突然間說這個 因為 齁 這一種天氣在工作 真的齁 諸多困難 齁 當然 戴安全帽一定是 會比較安全 齁 比方說 上面有什麼東西 掉下來齁 剛好 掉在腦袋上面齁 齁 你有安全帽的話齁 齁 就是多一層保障 齁 但是有時候齁 齁 你必須要鑽到一個 咔咔角落裡面齁 你安全帽沒辦法到齁 齁 這是一定的齁 齁 齁 比方說我們在組裝 那個冷凍庫的時候 你要進去那個 那個冷凍庫 最內側的地方 燒焊那個齁 齁 那個蒸發器的時候齁 齁 那個裡面 你連手伸進去都是一個困難 齁 不要說進去還要戴安全帽齁 齁 那個安全帽戴下去 你根本看不到你要焊接的那個點在哪裡齁 齁 所以安全帽 其實安全帽齁 不是說不好齁 齁 是因為 他多個5公分 10公分的帽圓 或其他的部分多出來齁 都有可能卡到你的一些視角齁 齁 所以有一些那個 那個安檢人員齁 他如果經驗非常豐富 他一看他就 他不會為難你齁 齁 可是你遇到一些齁 初出茅庫 剛出社會的一些 安全人員齁 齁 他完全不懂人情事故 而且他不知道說人家的為難在哪裡齁 齁 他 他就那些有沒有 耍官我也有的沒的齁 那一種 那一種說真的齁 就看運氣會不會遇到那一種齁 齁 我現在不能說一些那個齁 反動的那一種齁 思想來教壞大家齁 我的意思就是說齁 你遇到那一種齁 你就自求多福齁 齁 實際上有一些角落 你真的沒辦法戴安全帽 然後 同時又要工作齁 那個 尤其是做天花板裡面工作的人齁 最清楚 你像有一些水電工他 他要鑽進去那個天花板裡面 裝管的時候有沒有齁 那個第二次齁 我是突然間發現他上面有人上去 我趕快齁 趕快喬一下飛機就飛上去了齁 而且他這中間的乾苦齁 你有做過這種工作的時候齁 你遭遇過你才會有一些聯想齁 跟發想齁 齁 比方說我們以前在做事情 夜間施工完了之後齁 五六點去睡覺齁 五六點睡完覺咧齁 九點馬上又要上工啦 齁 我不知道他這個情形會不會是這種狀態齁 齁 但是我以前有遇過這個 所以 其實我 尤其是今天禮拜天齁 他搞不好也要從別的地方 釣人手過來 也不一定啦 齁 總而言之 言而總之啦齁 做外面的工作很辛苦齁 本時候還是要多多體諒一下齁 OK 我們這一節的直播齁 第二次飛行啦齁 非常快 沒有飛很久齁 十幾分鐘而已 所以我剛剛是 剛好在拍 拍那個前面那一段齁 拍一拍 那怎麼看到有人上去齁 才趕快又轉過去齁 所以希望大家見諒啦齁 好謝謝大家齁 聊天室我現在也沒辦法看齁 所以如果你有上來留言什麼的齁 那個 下次齁 我在 跟你說聲抱歉的啦齁 下次再補給你 下次再補告訴你 齁打招呼 哈哈 哈 大家好齁 謝謝啦齁 要收工啊 這裡剛好是那個河岸邊齁 這裡離主橋塔非常近 搞不好如果臂力夠強齁 拿石頭丟可以丟到主橋塔那邊 哈哈哈哈 齁 金城臉的大概就有辦法 OK謝謝大家齁 我們再見了 謝謝大家講那麼多次 拖時間 拖台費